自从双北整合U-Bike系统后 民众都觉得便利许多 但也反映设置的租借站不够多 因此新北市议员陈宜君会同相关单位 日前实地勘查了好几个地点 包括了小碧坛捷运站1号出口处 大平临捷运站北新路旁等等 预计在年底之前 U-Bike租借站能够增加到12个 新北市交通局人员来回测量 评估者可以放置几台U-Bike自行车 而市议员陈宜君与地方里长等人 也一同来到了新店小碧坛捷运站实地会堪 希望在1号出口处原本放置脚踏车的地方 可以变成U-Bike租借站 除了能够方便附近居民借用骑程 另外也能够促进地方休闲观光 我们这边有脚踏车可以租借 然后你就拿了带了 你就可以到附近去买菜啦 也购物也都很方便 然后这边来讲最主要它这个上头来讲 不会在风吹日晒雨淋 而且在管理上面 这边也有相关的监视录影器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点是非常优势的一个点 让我们的所有的父老乡亲 还有外地来的人 搭捷运到我们这边小碧坛 或者是大碧坛来玩的人 都有一个很舒适 很便捷的交通工具 让大家能够利用得到 小碧坛捷运站预定设置的U-Bike租借点 不仅腹地够大 且周遭环境在初期评估上也觉得颇为妥善 接着只要取得美和式社区管委会的使用同意后 就能进一步规划设置 如果一切顺利 未来这里将会有近30台的U-Bike可供使用 而为了寻觅适当的U-Bike租借站地点 新北市议员陈一军一行人 紧接着前往新店大平临站 勘察北新路上的移除地点 但由于这块土地为国有财产局所有 除了要取得无偿使用同意之外 周边的交通动线问题都必须纳入考量 陈一军表示 年底前新店将会有12个租借站 民众借用U-Bike将会更加的方便 第一期就是我们新店地区预计要有12个站 那我们已经陆续这样加起来也看到12个站了 所以目前都在评估中 新北市交通局指出 先骑在新店所设的三个站点 使用率都相当高 尤其大平临捡运站保安街内的租借点 更是常常发生无车可借的情况 因此未来如果广设站点之后 相信可以疏解民众借不到车的问题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